大家好,歡迎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坐在身邊的嘉賓換來要財政圈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 Stanley 你好 你好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想問Stanley 可以立即打電話來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的ask at bschannel.com 先去看看大事方面的情況 升至239點到23502點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朱小姐 朱小姐 你好 朱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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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2318 2318 平保是嗎 是的 你本身有沒有貨的 有貨的 我是之前公教六十二媽媽的 我明白 看看是否會到家庭 還有那下面指示會放在哪裏 麻煩你 明白 其實你說如果以61-62元到這水平買貨的話 你說要回上去其實我覺得不難的 特別就是說 你說在現在的市況來說 因為我自己覺得 你說後市的表現 我覺得就應該就不是太差的 還有你可以說近期 就是之前的時間 大家可能比較關注的很多事件 例如佔中等 基本上已經消化了 還有你可以說 因為本身之前的時間 這些事項 對於其實內地的企業來計 影響相對來說是很輕微的 甚至乎你可能沒有的 所以之前來計 你可以說這一堆的股份都是 就是叫更跌 還有之前大家對於這一堆的 叫中資金融股 大家有一個的看法就是 因為本身他們的H股價 是比A股為高的 大家覺得就是一旦互趕通之後 這一堆股份有機會可能會 因為這個是關係 而令到比較大的調整 這一點其實對於 這個叫做內險股來說 其實我不可以認同 我反而覺得就是說 在通過之後 其實內險股 A股那邊可能做得不錯 等著這麼說 H股那邊未必會跌下去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貨的 現在暫時來說 我會建議你先拿著貨 這一個評寶 如果以內險股裡面來計算的話 其實它的基本因素其實是不差的 甚至你可以說 它的業務的發展 基本上如果假設 經理狀況是好 我們的股票市場是OK的話 它的比例其實不會差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暫時來看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拿著貨 如果這一轉的時間 它能夠重上去 60元這個價位之上的話 其實我相信它的股價是有力 再挑戰63.5元這個位置 是最甜的 好 見到現價是在做60元 升超過百分之一上來的 還有沒有第二隻股份想問的 3988中國銀行 是3988的 本身有沒有拿著貨 都有 在甚麼位置拿貨 3.6也有 均價是 好 見到3988中國銀行 現價在做3.52元 升兩先上來 家庭館仍在3.6這些位置拿著貨 有沒有機會可以彈上去這些位置 其實我聽朱小舍社所說 我想你的借應該都買了一段時間 是嗎 是嗎 是的 沒有到 明白 其實這個內人板塊 你問我 有貨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拿著貨 但如果沒有貨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可以再等等 因為其實這個板塊 其實你問我的話是挺雞辣的 現在這些位置 你說拿著它 沒錯 好像感覺上 老人板的前景又不是太過理想 你問我的話 因為始終大家會擔心 如果解釋經濟狀況是不理想的話 他們那個不良資產的情況 可能會增加 而且不良貸款也有機會會上升 但是如果以現時來計 他們說是有6-7的股息 而且股息上面都比較便宜 所以有目的也沒理由這些價位就沽貨 所以我會用這個雞辣來形容他們 即食之無味 氣此可惜 但既然你現在有貨的話 我都覺得是先拿著它 因為如果你本身打算是一個 長線持有的話 其實只要它的股息 保持著有這麼高的水平 其實都 你可以說不是一個差的投資 但如果你沒有貨 而買下去的話 反而我會擔心 可能價格那邊 可能依然有比較大的調整 所以你說暫時來說 你有貨的話 那先拿著它 用來收息的話都不錯的 好啊 希望可以幫到朱小姐了 另外我們都再聽 第二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陳先生在 陳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的 1186 1186 中鐵建 本身有沒有拿著貨 我有 七國真人知已經有貨 明白 請問有沒有機會去到家鄉 看看中鐵建1186 最近好像中標 有41億元的工程項目 但見到股價方面 今日都升約2%上來 做7.22元 有沒有機會 藉著簽更多的工程項目 可以彈上家鄉的位置 7.7元 其實你可以說陳先生的馬鈕價 相對來說 好像有少許高 但不要緊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以內地方面 要做到一個穩真獎的情況 其實這一站的板塊 不會差到去哪裡 你可以看看圖 當然在圖方面 跟較早前的高位比較來計 它下不少 由8元這個位置 到現在7.22元上面的位置 都大概回調了1成左右 但你現在看到 上面有兩條線 這兩條線是甚麼來的呢 基本上是之前一個環區間 這個支持位 所以今次來講 看看股價 之前的7元這個位置 開始有些支持 我自己相信 其實很快又會有四中全會 當然今次四中全會裏面 它可能是以法治的方面 可能講得比較多一些 但也不排除 可能會提及到穩真獎 條結構一些措施 而當中要做到穩真獎的話 我相信這些鐵路基建的投資 就不可滑缺的 所以你可以說氣氛上面 再加上公司本身之前有些中標的項目 我相信對於這個股價來說 是有正面的幫助的 所以暫時來計 如果你暫時有貨的話 你擔心的 可以以7元左右 坐在指示位置 不穿的話 先拿著它 上面來計 暫時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可能是7.5元到這水平的位置 所以暫時來計 我會見你有貨的話 先拿著它 一個初步的反彈目標 在7.5元這個位置 再看高一點的話 可以看看你的賣入價格附近 好 希望可以幫到陳先生你了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想問 我想問一問那隻 就是1919 是 中軟陽 1919我就是很久了 這些股票買了很久了 是 明白 買了很久了 那應該價格都慢慢低了 現在又不是好的投資 以前都好的投資 現在不是好的投資 是 明白 但是你想問是怎樣部署 不是 我想是 等一下有怎樣部署 我都不記得到什麼價錢 突然間你問起我 我就會說 不 如果陳先生你說一段時間的話 我想我心中都有數了 我想你現在 就是這樣說 可能你帳面上面的虧損都 都比較多 但是沒辦法 因為這個行業本身 以往的時間 是很厲害的 但是 在這個運力過剩 和傳油經濟的狀況 都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真的差很遠了 雖然公司就近日 有些叫沒有公司 金額的補貼 但是公司的基本因素 都仍是不理想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 暫時來說 駕駛了那麼久 我想我都說少 你都想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但是暫時來說 我認為機會都比較微 所以暫時來看 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 可能會再升高一點 升高一點的話 可能分斷考慮一下 減遲先 但是不要緊的 我可以等的 就是鬥長命的話 那 駕駛這個周期本身 都可以說是過幾年 又會翻轉上來的 那 所以如果這天本身 你打算真是 沒有所謂的 我打算可能再擺一段時間的話 那我都會建議你 再擺擺先 好 看看1919 中國軟陽做三個三豪四 升一仙上來的 希望可以幫到陳先生 也都麻煩了 Stanley幫我們分析了 這麼多隻股份 這節時間都差不多 和你做分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